中文字幕 李宗盛 演讲的题目是 Operator-based signal operation approach 很难说 B-面图 B-面图拿B-面-signal 那我们请邓教徒送给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欢迎邓教徒 喂 好 感谢欧老师 感谢中央大学 数据分析中心 黄老师 朋友王教授等等 邀请我来 这个talk 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是 也是我过去 大概十年之内一直在做的 一个题目就是 Signal separation 这个实际上和 受到当年 还原式的想法的 启发 那么我们也开始 是去做 Signal separation 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我和这个 现在在座的黄文良教授呢 我们一直在推动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基于 Operator-based signal separation 它和团圆式的这个EMD的方法呢 总的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呢 它的手法 或者说它的具体的技巧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以前呢 可能讲了比较多的 或者是Linear的这个 当然什么叫Linear 等一下我会 作为解释 现在呢 这个我们就把它 推出到了这个Linear的这个 这个情况 希望呢 这个报告内容呢 因为这个报告中 比较专了 所以可能对于很多 这个缺乏背景的同学 评论来讲 听起来会有点困难 所以我想 有些什么问题 给警官去问 那么我的报告呢 大概会一分钟五个简单的方便 第一呢 我会花上两三分钟时间 大概说一说 什么是Signal Separation 第二呢 就是大概简单提一下 我们提出来的一套方法 成为叫Ninal Space Pursuit 第三呢 就是为了讲我们新的方法 讲到Linear的这个Signal Separation 我们要讲到一些 最经典的ODE的这个解法 比如说Longer Kuda的这个球解算法 然后借助于这个Longer Kuda的这个球解算法 我们就提出来一个 Ninal Signal Signal Delic 这个分离的一些方法 最后再给大家看点实验 那我们说这个Signal Separation 其实它是指 我们给了一个信号 我们需要去分析它的话 我们总是希望说 能够尽快地抓住这个信号里面 我们最想要的那一部分的信息量 那么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号 把它给 就打散它的信息量 分解成一系列的一些信号的组合 而这些信号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它分析起来比较容易 那么这里边所谓的容易呢 我们就定为某种叫简单的信号 更前来这些信号可能还具备某些物理上的解释 当然这个想实现这个过程本身是很容易的 那么它首先要回答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信号 那么关于这个每一个部分 它是什么样的简单信号呢 其实就是它的问题的核心 这方面来关于这些什么叫simple的信号 其实它的定义非常多 比如说对于黄远世提出来的 Empirical Decompensation来讲 它可能它认为的简单信号是IMF 以及包括Valid 以及其他那些方法 它都会给出它自己的 什么叫简单的一些情况 那么对信号分解的问题 或者分解的问题来讲 可以讲化为下面一个迭代的过程 它其实呢就希望说 给我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信号 我是希望把这个信号分解成为两个信号 其中一个信号 必须是我们所要的那种简单的信号 当然剩下一个呢 还需要进入进行分析的 残余信号 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应该说 有两大类的方法呢 过去我们一直在使用 一大类的方法就是说 是与Data无关的一类方法 当然就不是叫完全的Data追进的方法 比如说像 一些不适用的方法等等 另外呢就是由这个 王老师开始以后做的一些 完全Data追进的方法 呃 这些方法呢 包括包括 以及呢 我们所讨论的一些 基于operative的一些方法 那当然EMD这一块呢 我相信大多数来听这个 会议的统论应该是都比较清楚了 IMF是整个EMD的核心 它希望说把一个 要分析的信号呢 把它分解成一系列的 这个所谓的IMF 而我们的这个 提出来的方法呢 就认为 这个所谓的 简单的信号呢 它应该是某一类 特别简单的这些算子的 这个零件 里面的一些元素 至少我们认为 它是叫简单信号 那为什么这么去看问题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 那个2006年有一篇数学的文章 在constructural observation上 已经证明了 如果一个信号 它满足 那个 IMF的第一个条件的话 那么它一定是 这个ODE的一个层次 那么这个 这就意味着说 如果说我们想得到一个IMF 那么它一定要从某种形式的 托地开始 因此呢 受这个方法的启发 或者说我们掐好我们的方法 跟它是契合了 因为后来呢 我们就在2008年 有一个文 就是提出来 进行广泛的一类 这个Differential Operators 它的零空间里面的元素 作为一类呢 这个简单信号的这个代表 而定了这个简单信号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去研究 如何把一个给定的信号 分析成一系列的这个简单信号的字 那当然一开始 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去解这个里面的U或者R 那其实归结为一个optimization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在这个问题在求解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 这里代表现Parameter 尤其是Lambda等等 它是非常这个 非常难以去发现 或者说非常困难去去确定一个 最U的一个 一个Lambda在里面 并且呢 并且呢我们还发现了说 不管Lambda怎么选取 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 我们希望要的这个U呢 总共我们所想要的那个U 还是有少许的差异 那这时候呢 就意味着说 这个optimization 这个问题 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那么后来呢 现在我们又提出了这个 对刚才这个问题的一些补救的措施 又提出了所谓的 我们称为叫 Now Space Pursuit的这个算法 在这个算法里面 就把刚才的这个optimization 这个问题呢 它的形式 就增加了这一项 我们称为叫 这个linkage的这个部分 增加了linkage 以后呢 它就解决了刚才所说的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这个Lambda如何挑选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分解出来的这个信号 它的干净程度 它和我们想要的信号的全部之间的距离 可能这个更接近 那么当然这里边的话 我们就说 这个nsp里面 它是基于operator 这个operator呢 我们也尝试了很多种 一种呢 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iJ的这个 这个derivety 再加上了它的 if的这个平方 包括呢 包括呢 AMFM-Signal的时候 我们再加上一个 中间一个 一次的组立项 或者呢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 尝试一些 非常general的 这个high order的 这种 这个differential operator 这些呢 也会在我们系列的工作里面 有所体现 但今天讲的呢 我们就是在 进一步的基础上 怎么去吧 能linear角度去看问题 首先说什么是 linear的signal 那我们来看 这样的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呢 假如说这个信号 它的这个二节的 derivety 满足 这个信号满足 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实际上 我们经过求解也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波动 它的最大的变化呢 是在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频率呢 它可能是随时间在发生 不断地在变化 当然 它的amplitive也会发生 一段话 主要取得于这个部分 当然对这样的一些 简单的方程 它都解决我们同时 它这些线性的一些信号 因为它满足了这个方程 也就是一些线性的方程 对于这样的线性方程 我们刚才nsb求解是比较容易的 很容易就把这些 deliverge等种进行一散化 变成一些在序号空间的 一些求解方法 这个我就不太细说 可是呢 这个linear的这个信号呢 在在音乐当中 还是这个很少的一部分 非常理想的 那么很多信号呢 它并不满足一些 这个linear的方程 它应该满足一些 nlinear的方程 当然这个最简单的 nlinear的方程 是作为这个一个 没有外力向的一个 这个方程是这样的 比如说像八分系统 如果我们不增加万力的话 它其实就是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情况 那当选取不同的alpha beta的时候呢 我们会得到不同形状的 nlinear的这些 不同的信号 当然更复杂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外力向来 增加一个周期性的振动 这样它就有可能 在特定条件上 会产生一些KL这个 这个dress 那么这个时候 这样的这些信号呢 可能在这个实际的音乐 会出现的非常多 包括上午我们听到的很多 比如说在生物医学领域里面的信号 都是这种 这个nlinear的这种信号 甚至于呢 它是KLD的这种信号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类信号 而这个信号 可能藏在一个观测信号里面 我们怎么能够 从一个复杂的观测信号里 把这类的nlinear的信号 从里面抓住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当然就是说第一步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nlinear的operator 第二步呢 我们假如说就想找这样的信号的话 我们怎么去找个问题 这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说 就是这个nonlinear的问题 实际上呢 我们为了寻找一个非常好的constrained 那么最后发现 最终要面对的是一个nonlinearODE的 它的道理怎么去解这个nonlinearODE的问题 实际上呢 我们就采用了一个最经典的 这个nonlinearODE的求解的方法 就是Longkuda的这个计算方法 尽快我简单给大家做个介绍 所谓的这个Longkuda的算法呢 可能是在这个ODE里边是最经典 但是最常用的一个解算的方法 它的方法是这样的 就是假定一个方程ODE Y是它的变量 那么Y的导数就等于这个 一个非线性函数 并且出值已知 那么对于这个Y求解呢 其实它就只需要通常下面的这种 这个得带的方法就可以求解 当然这段H1到K4呢 都已经定义得很清楚 其中的H呢 可以认为是它的这个sampling的图长 那么如果用刚才的那个方法 它刚才说说的实际上是一个generalODE的情况 那么具体化到一个线性信号里头 它其实是一个二阶的一个方法 但是二阶方法可以转化为一阶方法 它就写入一个它的delive to 就是作为Z 那么Y和Z呢 就分为了这个方程组 把这个方程组 这个信号量作为刚才那个Y的话 也可以得到它相应的那么多大的 迭代的这个求解的方法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里面 它就可以把这个N加1时刻的这个值和N时刻的值呢 它们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当然这里面那个Ki和这个L呢 这个定义的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其实也可以把它推导出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出这个 这个满足刚才这个noling的方程的信号 一定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它前后两个时刻之间是满足一个转移关系 当然这个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其实跟不长 和这个它对应的参数alpha是有关系的 这个alpha呢 可以是个constant 也可以是随时间变化的一个pronometer 其中呢 这个C呢 明确的写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注意到这里边 我们把H写到这里头 其实呢 是为了保证这个divivative 在离散的和连续的两种情况下 它会受到它这个不长的影响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 alpha和h之间有个固定的关系 因此呢 这两个参数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pronometer 把h平方 存放的 alpha作为一个pronometer 其实它是一个东西 因此呢 最后我们就把整个这个 这个在离散情况下的方程 就规及了现在这么一个约数 也就是说 一个离散信号 它满足一个non-linear的方程的话 实际上它必须要有下面这个约数 就是这个一块形式 就是它的n加1时刻的这个sampling的这个数值 必须和它n时刻的这个数值呢 之间有一个转移关系 中间这个alpha实际上是它non-linear的方程 在这个non-linear的情况以后呢 也会发现有类似的一些观点 比如说 把这个方程进行离散 这个转成两个一阶方程 这两个一阶方程 在讨论这个路红扑塔方法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 它的n加1时刻的这个non-linear的信号 和n时刻的non-linear的信号 也满足这么类似的一个关系 当然这里边呢 它的转移关系 C呢就变得很复杂 这个关系呢 实际上它这里边有四个量 这每个量呢 都可以写得出来 它跟刚才在linear的情况很大的不同 在于说 刚才linear的情况 只与这个方程的promise有关系 但在这里边呢 它又和这个信号本身有关系 那这时候呢 它就想 它就 这个转移的时候呢 就变得比较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 我们用了这一个叫迭代的策略 也就是说 表面上看这个转移居正里面C 它跟这个 当前的要解决的这个信号 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 这里面的信号 用上一次迭代的结果带进去 它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已知的信号 来解呢 当前的那个 开架一次的这个迭代值 这在诉求上呢 也是作为这个非线性转移线性的一个 常规的一个方法 那最后呢 也就是说 我们想解一个nonlinear的一个信号 满足的方程 其实等价于说 这个信号 必须满足这么一个等式约束 把这个等式约束作为呢 这个nonlinear信号的一个约束条件 放到这个第一步 剩下的话 再参考这个nsp的解法 作为后续的两个这个约束条件 加进去 那么最终 我们要来解这个nonlinear这个信号 从一个已知信号s里面 把这个nonlinear信号u给它解出来的话 就来解这么一个optimization的一个问题 刚才说了 它主要的难点是在于说 这第一部分呢 其实是从这个nonlinear和这个 那么不大方法 最后得到了一个等加条件 把它解算出来 那么其中这里边的一些parameter估计呢 比如说对于art和beta来讲 可以用一些 基于window的一些 这个listor square的一些方法 把它给求解出来 当然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些假设 这个假设是说 这里边的所有的这个alpha和beta 它属于时间的变化都不会很快 比如这个很慢的 慢变的一些一些参数 对于lambda和gamma这里边 这个模型里头 涉及到两个parameter呢 用的技巧和我们原来和 我们一块做的nsp里面的技巧相同 那么最终呢 就可以把这个算法 给它给算出来 那么在离散化的情况下呢 其实它就是 刚才是连续的情况 离散的情况呢 也可以把你们的都写出来 咱们这写的可能都比较细 所以呢就不适合这个 很多在不在意细节的这个同志呢 来听了 大家反正知道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刚才连续形式 全部转成离散形式 而且每一个离散形式呢 都是用一些简单的插分 或者IG差分等等 来替代 这里边都是它的矩阵形式 这个矩阵呢 最后是一个吸收的一个矩阵 那么最终呢 这个阿弗贝塔也可以在离散的情况下 有它的一个 closed form的一个解 那最终呢 迭代了dk加1次的这个解 它最后就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式子 显示给它解出来 这是呢 整个算法的这个过程 我也就不太细数了 它首先呢 就大概分成四个步骤 四个步骤呢 就是说 先来估整个系统的参数alphabeta 估完alphabeta以后呢 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 整个模型的一个参数 叫lambda 通过这个alphabeta和lambda以后呢 再来估一个新的 这个 要新的解 就u k加1 hat 通过上面三个呢 再来更新一下 它这里边的另外一个三个 γ 最后呢 如此循环下去 直到最后这个解呢收敛 那最后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我想我这个讲的速度还比较快 第一个例子呢 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例子 它是一个non-inline的信号 加上一个非常高频的这个 这个harmonic 这个sign 把这两个信号呢 这个叠加以后 其实这个信号是简单的 那么不管是用emd 和用现在这个算法 都可以解的很好 呃 在这里面呢 这个 这个non-inline的信号 就可以看作是这个 混合信号的一个trend 所以呢 它可以把它解的很漂亮 但是 比较麻烦的是在于说 当我们把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信号 它的频率再下降一点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问题 把刚才那个高频信号 频率再降低一点 那么它和non-inline的信号呢 这个组合起来 也会变成这样 它最后的频谱是这个样子 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作为干扰信号 它的频率和这个non-inline的信号的频率 它有一部分频率完全重叠 因为这个non-inline的信号呢 含有 基频 背频 以及多个高频 它这样一重叠以后呢 呃 作为emd来讲 它可能就不太得到 正确的答案 呃 那 最后分解的结果是这样的 作为emd来说呢 嗯 最后就是得到了三个 三个component 呃 从我们的答案来看呢 这三个component呢 可能都和我们真实 sigulation的情况不太一致 那这是呢 这个基于这个non-linear的这个model 出来的这个两个解 这个呢 是那个non-linear的model non-linear的信号 这个呢 是那个linear信号 呃 再看一个极端的例子 这个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non-linear的一个信号 前面是一个稳定震荡 后面是另外一个稳定震荡 当然它在这一时刻呢 可能发生了跳变 就是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变化趋势的 那另一个信号 在这个信号上 加上非常高的这个noise 就变成下面这个信号 那么是在很多这个观测信号里面 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呃 对于这个信号来讲呢 我们希望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denoise 那么所谓denoise 就是说我们希望 在这个信号里 把这个信号去抓成 那么右边这个结果呢 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算法在这里面 跑一遍 它就跑回来是这个结果 应该说它和真实的信号呢 其实是 呃 就几乎就 不能说完全一样 但是也是 故障是非常小的 当然对这个信号 我们也尝试过用 比sample的这个EMD 估计也是 比较麻烦 因为这个报道 太大 那另外我想 这个其实这个工作呢 我们也就是 是前一段时间 刚刚做的一个工作 还没有彻底的完成 但是最近呢 有一些新的进展 我在这里头 只是说预报一下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 这些方程 它都是没有外力向的方程 就是这右面是零 也就是它的外力是零 它是一个自首系统 就自己在那不断的震荡 当我们把这个外力向呢 再增加一个 这个周期的这个外力 或者说一个 复杂的外力的时候呢 就变成 甚至于这个三次方 我们变成 再加上五次方 七次方等等 它会变成一系列的 复杂的这个混沌系统 就Caotic System 都可以用这一系列的这个系统 来给它进行刻画 才要跟刚才完全一样的技巧 就可以把一个讯号里面 所含有某种固定结构的 这个Caotic 这个分量 从一个信号里把它抓出来 而且呢 我们也有个初步的结果 就是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实际上 这个演唱法 它有一个特点是在于说 它把这个信号的分解 和这个系统本身的 identification 大家注意 因为我们在分解的时候 把alpha beta 同时估计的很准确 如果alpha beta 估计不准 信号也是抓得出来的 所以说呢 这套方法 我们可以认为是 同步实现了 signal separation 和System Identification 和System Identification 这个两个过程的统一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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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用单纯来做实验 后面的话 其实已经在做大量的实验 我们希望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肯定要先讲定 这个系统里面 它具有什么类型的 Kaotic 这个我们希望知道它的结构 所谓的结构就是说 我们希望知道 它有多少order在哪里 以及呢 后面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 就是说 其实相当于说 structure 对这个系统的Structure 来讲 我们可能实际上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在假定的我希望知道说它是结构的情况下 我来做 那可以 假如你知道的结构 在这个C层来的就是没有意义 对但知道了 它可能就是在这个信号里面 在什么地方出现 有多大的能量在里面 它可能还需要借助这个 Suppression的这个过程 对我有听那个罗老师提到过 就是说可能这个idea 我跟这个有点 我们那一家跟他有点类似 但是他最近一篇我们没看 就是原来这个上次我来的时候 你和胡老师写的那个 在拘捕礼盒的那个工作我们是看的 胡老师 行 另外一个是说 我说因为大陆的方式去测试 这个基本上要讲 这个假设 Curation的作用 代表说这个Skin 肯定是一个Curation的 对 是这样 所以那这个比如说 我刚才是我们自己做的生意说 所以那个 他以来 比如说我今天讲 像今天你跟胡老师有提到说 不同的Cycle 不同的Cycle之间 也许它的那个 非显性的测试 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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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用在 是不是 就会有问题 所以 这里面是这样 其实我对Cycle之间 其实也是学习了几年时间 但不能说非常的深入 但据我的理解 它可能会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Cycle之间 表面上看 它从Signal角度来看 不好预测 但实际上 从系统角度来说 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 只是说 我们从信号角度来说 它可能可以允许Value 比较Sensitive而已 但是 系统本身 并不是说 随机性很强 系统是一个确定的系统 这是一个 尤其是 当有多个attractor 开到这个系统的时候 它在不同的attractor之间 在跳变的时候 你会从信号上看到 它差异非常大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理解为 在不同的状态之间 跳变的时候 你认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其实 很可能是一个东西 在它两个部分 这是一个 第二呢 就是说 它确实有可能是 两个attractor的系统 在这个部分 那时候呢 有可能需要 我们把这两个attractor的系统 把它给分离出来 所以这两种情况 还要分别对待 所以我就不确信说 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 到底会发生于 一个系统内部的两个状态 切换 还是两个系统之间的变化 但不管怎么样 可能我们都要去 就更进一步的 使得这些分解的结果 要符合我们物理的解释 和生理学的解释 那您刚才的说法 是同意的办法 是做reality 是不是 不是做什么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更测动于是 从这个 脑子一定要的 同意的一角度来看的话 它太像是 做随心过程 这个 这个我估计上帝也不知道 只能说 也许它在某一部分 希望它就不要管 我想 可能在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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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对 对 对 黄老师说的很重要 对 就是当里面 iPhone beta参数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讯号 前后关系之间 它是确定的关系 只不过它转移之后 它行为 你看 总体看的行为 变化很大 但实际上它的行为 是确定的行为 你这个系统是没有用在实际的信号 对 正在去 try 你这个系统里面 就会有EOG的信号 会有 EOG的信号 会有RDB 那你如果 你的EEG的信号 你能够把EEG 叫separate 出来放 那我就相信 对 这正在try 其实呢 我们在EEG的这一半也有做尝试 有些结果当中 因为不太成熟 所以没有贴出来 回去以后 我相信会有一段时间 我去做一些大量data 当然 昨天来了以后 这个 彭老师 还有那个 罗教授 请发 不光是EG的信号 甚至到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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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方法 确实在一些 这个 这个 中心 以这个 这个 这个 于 MANERIC 这个 这个 我想你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其实最后我这个remark里边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它到了image processing的时候 其实有很复杂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在one dimension的时候 它前面的方向只有一个方向 但是到了two dimension甚至更高以后 它的directing就变得很麻烦 所以在image里边怎么去控制它 其实这部分我们也学习 有些想法 这部分也正在开始 所以是我想你已经走到我们墙头了 谢谢 各位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吗 还是我可以请教朋友 因为我刚才看到你有一个信号 然后上一举例子 你有维生方同时 所以现在你那个 有没有可能像从这个信号里面的话 回推到它的那个维生方同时 刚才可能那个罗教师 我也可能没有解释清楚 当我们把这个信号抓起来的时候 这个信号满足到方程式已经多出来了 就是方程式的model也全出来 也就是它这里面得到了这个alpha beta 全都是估的 而且估的很准的 我应该是在秀一个图就是 真实的alpha beta是什么 我们估出来alpha beta是什么 对对对完全一记住 那个精度还是很高的 假如说这个alpha beta你估计不出来的话 这个信号是分不出来的 那事先要先知道它的能够 我只需要它的这个 对 这order事先上的这块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试图希望说 能够给它一个adaptive的一个估计的方法 到底是多少order 因为理论上来讲 任何的一个叉择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转化成 这个基数界的这些微方整 当然我们可以假定它最高级是多少 然后同时来估计这个 结果这个工作我们还没有进过开的 但是我想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谢谢 而且它的nonlinear的成分本身呢 形式也很刺激的 你比如说像这种形式的话 就是达分类似的一些系列 它还有其他任何nonlinear的形式 这个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 如果说我觉得现在一些简单情况下 获得一些好处 有的干以后的话 可能让大家更加信心 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方向 其实它跟这个nonlinear的形式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呢 经过扩大的方法以后呢 它可以把所有的nonlinear的形式 都可以把它转化成 这个简单的这种case-strand 在这个case-strand下呢 再接触于这个nsp的这个framework 它的工作应该都很可以 因为像我本身本来是做控制的 因为对我们的控制系统来讲 其实我们很多nonlinear的东西 其实我们讨论前会常常做case-by-case 比如像一个relay 也做了一个backlash那些 我们在单独一个case-by-case去讨论 那您这个是类似这种 你都是可以 一般general form 你都可以去 对 只要你告诉我 你大概你预期是什么form呢 什么form形式的这个system在里面 那我就可以假定这里面有这个形式 那在这个假定下来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就可以从这里边抓出来 你要的那个形式 如果抓不出来 那可能就没有 如果有的话 它就能抓到你要的那个形式 好像是这样 谢谢 那它差不多在 那它差不多在 它差不多在 对的一样一样 其实 这本身的话 当然照前提是说 你这两个nonlinear的信号 本身确实具有可分离性 那这也可以反达的 就是你要知道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 能够做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所以它需要对这个 有一些鲜艳的 这个priority 没有那个信息的话 我想这个问题 肯定很难去理解 谢谢 好 那各位 有没有其他的那个 我想就是蛮有趣的 我想就是数学的问题 应该很多数学 都走在我们的一些 研究的前端嘛 它有数学结果 后面我们再谈 没有 所以我们也 不要 因为我的那个 非线器不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 如果是我们知道 能够算一个 讯号的correlation dimension 的话 那它这个correlation dimension 是不是能够去 认识这个system的open 我想这个 这个可能是一个 很很好的一条路线 但是这个dimension的话 其实本身也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取决于 你在多大interble里面 去顾它 你有什么方式去顾它 这里边其实有很多 这个未知的问题 因为它这个dimension的时候 我需要去迁入到 一个highout的 一个highout的 一个dimension 空间里面去 这本身这个 嵌入的方式 就非常复杂 而且尤其当你呢 变化很快的时候 它那里边其实 有很多毛病 所以这一块呢 其实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怎么 估计出这个系统 它是哪里呢 是在多接的order上 如果有一些 预先估的方法 那是最好不过 但是我相信 现有的方法 没有一个能估的特别 都给出一个 非常粗糙的一个 一个笔记 对 它有些估计方法 但是呢 就是说它总有失败的 这种例子 因为黄老师一开始 在98年代表演讲 对 对 对 它有些估计方法 但是呢 就是说它总有失败的 因为黄老师一开始 在98年代表演讲 里 对 其实就 可以吗 可以吗 那如果没有 我想我会感谢 胡教授 给我们精彩的 答案 谢谢